打鼻屎啊 啊 马哥怎么回事马哥 不要急对面有两个异地血 所以接这把枪 十颗子弹没假 他心里压力也大 来了 哦 小菲打了一个 放倒了一个 很快的把分手拿到了 是的 一波连打带补 经典直接过来了 听到声音绕到了外围 诶 换位置 宜兴换位 抓不到 有没有想到 啊 这是小佐的枪 刚好打到了崔西一的头 又枪线重叠了 这个对手 因为要 盘回去就有难度啊 被卡住了 还好还好 白柔5点血 被救回来了 这问题是咱们也没包呀 只能牵牙的呀 来呀打呀 把你打完了之后就完事了 这波谁也变好过了就 哦 VSS 老卢还能出去倒是 出去的话 还得跑马拉松 还本身自己也没什么样 拿起来不给分了 5点血 5点血 他现在还不敢去旁边去搜这40秒 就还得卯足了就往里跑 他是真的在跟时间赛跑 排手现在有个机会就是 把人救起来之后进面包房可能有一些物资 我们还有两个包 分一下 去把车拿了 对面包房的物资如果 比较理想的话去 对 进了红仓去拿点东西 但是我们毕竟还是要拿车 你终究会路过这个面包房 对 肯定要去补充一下 现在只要想推斯卖的别把那个 车胎枪位炸没了 直接进来了 再来一颗 用雷排点 GX解决 漂亮 这个雷直接塞满 啊 要是2倒了 2被补掉了 侧面旺仔过去是一个短喷 看三边的发挥再听脚步声 窗口被看到了 哦 GX这一波进攻是打成功了 是的 杰斯这局打得这么凶啊 也是抓到了这个富艾门的有优势 不想要压制 对 两支队伍进圈的时候还是会有摩擦 是 车要爆了 打呗 打了费离子 这几个人抱团抱一起火力是真猛 逮谁抽谁 OK 进程上山都有位置 环形山的北部平台他们也能控制 哎呀 这个 真没药了 是的 麻了 好家伙 没办法 兄弟你走吧 这真没办法 这个仓被费子给搜了 费子在这里补了 一波物费子在的圈边 是的 老卢也能猜到这车肯定是派出了人啊 完了 要接车了 哎呀 这个点 这老卢 老卢这车停在外边的马哥能看到 马哥想移 但是这个位置还是没办法 这个确实是 没 这下要打了 难道要出什么 好 反应很快 先打一个 直接补掉 林树刚刚落位啊 到了反复的位置 近点 跑跑 还能往前再拉一些 New Happy这一波的话 就直接 只能走了 就抢这个反坡了 嗯 这点难安没了 确实 因为东边还是有一定的压力 他们会分心 XO也是成 这里 XR 来到这里之后 也是队友枪也黑补上 没了 好 好 Pick到一枪头 再来一枪伸 哎呀 GX 你还是出手 是的 我还也是被顶了回去 但是 人偶的话好像进不来了 这个被篮圈刮到 看这个人头会不会被拿到啊 这枪对了 只能往前进了 这个分能拿 这个都属于换分的思路了 这个还想扶起来不给分 今天应该是要点药 要点肌肉包 哦 还有一个卢老爷 嗯 独狼 GX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这个东边目前的圈形啊 不能走 哦 啊 费子直接被那位拿下 费子在防区 那位就 这就给他没打没了 感觉他们被压制了 上一局也是 莫名其妙啊 这个 被研究了 有防区 已经不好震了 现在我看城里谁敢出来 谁敢出来就打谁 欧亚的出手 先打一个补调 这边高点还有枪线啊 近点是有人贴到了反坡的位置 高腾已经是贴了过来 SQ啊 想抢 抢摸速度 抢摸节奏 感觉很难啊 这个枪就太过于密集了 特别是城里队伍的话 已经是 他不想想 到头换分了 已经没有想说 说自己能够进来了 这个可能了 给兄弟们找点乐子 来打我 怎么SQ上山 确实没机会 XO看到了以后 他也从边缘 一点点像STK脸上走了 右上角马上要有事做 对 哇直接往一里扔火 哇烧一片烧牛蛙了 出事 再来雷 这个火跑都跑不了呗 WUBA 直接去了出手 淘汰全部拿到 火烧牛啊 一穿四啊 一穿四啊 WUBA 拿下 大炮啊 配上火一穿四 不只会玩 2米 诶 反弹掉一个 是的 这波是一换一 嗯 原点有枪线影响啊 现在主要还要防高点 很头疼 牛海味的位置太被动了 主动不起来 他这个空间 别人才出枪 他才能出枪 对 那没选择在蓝圈里面开始抽人了 不进圈了 抽完这个圈 下班 是的 一直在持续拿分 还能再拿一点吗 STK被他抽了也挺散的 STK也被灭掉 Vega最后也没能成功多收一些分数 我又再泼一波水 那牛海比拳边居然还能呆一呆啊 城里的队伍没人走上来 天霸的位置 暂时能呆 但是DAY的话感觉他有点 不想让天霸摸到更近 是的 已经是 皮炎往前去顶 高点还有DAY的枪线 腹背受地 明明猪手七七倒地 那这样要打了 这个倒地就给到了一个往前突围的 跟NewHappy相反的位置啊 两边一人属于一个半破位 而且反而DAY的压力就很大了 对 是的 而南北两边都有人 现在其实天霸跟NewHappy 位置都不敢太跃进 主要是头顶还有DAY的枪线 看这边NORADE的出手 人不多了 这个时候其实对DAY造成的压力并不大 但这个从高点的投掷物攻击 真的挺难受的 两个虎的角度是扔得挺好的 TY这边压力给足了呀 两边队伍都没上来 感觉 NewHappy有机会能上 这边还是没上去 这个雷 哇 这个雷是塞到脚边 虽然是以第16名的成绩 进入到圣者组 但是道具运用的还是非常好 是的 幻神也没了 NewHappy目前剩两人 无法还拿了幻神这一分 这种情况 他在这篮圈里打了多少个急救包呀 他在六阶段篮圈里面拿了一分 被篮圈给收了 品妍摸得越来越近了 但这个脚步声被听到了 Flash已经埋了很久了 先丢一颗伞 术后无人 但Flash趴在他左边反坡 不错 叫来明明 二人组一起顶 但Norris这个顶坡能支援到了 对 品妍好像看到了 光上走的话 再高的位置 DIY是有强险能帮忙的 对的 GX这局再抽吧 GX过来 这边全架能拿多少分啊 快点 已经是照到的号这个方向 队伍已经进行了混战 大家都在获取最后的淘汰分数 DIY是趁机想要出来 多拿一些淘汰分 哇 黑马斯 哇 这个黑马斯真的是 厉害啊 这个反秒有点帅的 刚才Internix那感觉 这是纯无掩体啊 高点庞压 这个信息跳出来以后 现在GX反而向南部去摸了 还是想要有吃鸡的机会 是的 看今年的处理 来是按Z键 再次趴下 那个顶坡走不过去 火烧自己结束 4打2 GX绕到顶部 不是没有机会 看Leo的发挥 是在顶坡的 那就从底坡侧面突破 漂亮 跑去的人没了 而且防区救不了 这几枪补完之后 对DIY来说的话 他肯定会放去防区的人 反绕 要到底部 人不掉 现在主要是防区没有清干净 不太确定 那高点的话 DIY三个人已经拉到位 但是没有道具啊 六教授队友再回来 营护点被发现了 这个位置打不了了吧 两个人都没掩体 DIY还是成功拿下 是的